癌症的高死亡率一直是国人挥之不去的阴影 尤其是在手术切除、化疗甚至标靶皆无效而复发的时候 几乎等于死神已经宣判 近年来经营检测的蓬勃发展 渐渐揭开治疗无效的神秘面纱 以癌症治疗来说用药无效的程度 统计起来大概有80%左右是用药无效的情形 标靶精做检测实际上是为了提高标靶用药的准确性 一般来说就像我刚才讲的 大概一般可以延长病患寿命到13个月 其实肿瘤存在着高度遗传变异性 这也是过往治疗的瓶颈 有鉴于此台北荣总癌症研究团队 与利保生医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成立癌症基因体实验室 针对不同的癌症 一次进行700多种的核酸突变分析 是目前国内次世代基因定序技术的顶尖 跟正常的是不一样的序列 比如说它本来是7 变成是A或怎么样 这些变化上就可以变成是一个突变的一个依据 那某些的突变类子可能就跟它用药有关系 跟它的预后有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提供给临床来做治疗的参考 分子病理科主任周德颖表示 未来即将提供非小细胞肺癌 大肠直肠癌的全面性用药评估 免疫治疗基因检测 让离癌之初及对症下药 把握宝贵黄金治疗期 大幅提升治疗率